我覺得如果有的時候沒有安全感 其實不代表是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有可能是你根本就處在一個錯誤的環境 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四招要如何提升安全感的小方法 如果你有常常在追蹤我IG 現實動態的朋友們 應該知道我常常會開解憂雜貨店 來回答網友們的問題 那其中一個我很常會收到的問題就是 美根我們平常要如何提升安全感 所以今天禮副保存人 就來邀請我來當大家的解憂老闆娘 用我自己的經驗跟想法 來跟大家分享說我們平常要如何 從內而外的提升自己的安全感 並且更有自信 第一點是學會與自己相處 我覺得如果你是特別容易 沒有安全感的朋友們 有可能是因為你平常 不習慣一個人獨處的空間 你可能長時間的習慣 跟你的朋友啊家人 或者是另外一半相處在一起 所以當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特別容易感到焦慮 或者是緊張或者是不安 所以呢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能力 就是我們要能夠 一個人自在地做非常多事情 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 特別容易沒有安全感的朋友們 我覺得可以開始練習 一個人吃飯 一個人看書 或者是一個人去逛街 這類的事情 當你能夠獨自地跟自己相處 而且你也能夠感到非常的開心的話 我相信慢慢的 你的安全感一定會提升 因為這樣子代表 你的安全感是來自於自己 而不是來自於身邊的人 如果有一天你身邊的人 可能在忙 或者是不在你的身邊 你也不會那麼容易感到焦慮 第二點呢是挑選適合自己的人事物 我覺得如果有的時候沒有安全感 其實不代表是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有可能是你根本就處在一個錯誤的環境 你可能跟一個不對的人在一起 或者是你正在使用不適合你自己的東西 例如說你可能跟一個 一點都不在乎你的對象在一起的話 你很容易會有那種不安的感受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會超級沒有安全感的 不只是與人相處的問題 有的時候如果我們在不對的時間 使用不對的東西 也有可能會讓我們有那種很不安的感覺 像是我之前在冬天去美國旅行的時候 氣溫都是在零下而且一直下雪 那時候真的很冷 冷到你會就是咬牙切齒 想說我究竟為什麼要在這裡 因為太冷了 我那時候皮膚就是很乾 而且很刺痛 那時候我就使用給我平常在台灣 就很喜歡用的保濕凍膜 結果沒想到我在美國使用的時候 我的皮膚整個就是超級刺痛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其實平常我們在台灣很習慣用的產品 不一定在美國它就是適用的 所以後來如果我的皮膚有特別敏感的時候 我都會挑選一些可能有醫生推薦 或者是有經實驗證實 它跟我說它是真的有效 可以讓你舒緩 或者是增加你的保濕 就是使用這些產品 才會讓我真的有安心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會跟你們分享的是 三款我使用禮膚保水 讓我覺得很安心的產品 那分享完之後 我就會繼續跟你們分享 第三點我們要如何提升安全感的小方法 第一款是安心霜的清爽型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偏乳狀的 可是很好的推均勻 那它用起來我覺得比一般的乳液 還要再更保濕的感覺 裡面它有添加可以舒緩 發炎反應的神經生態 而且它是皮膚科推薦的第一名 像是最近這種季節交替的時刻 我覺得用起來就非常的適合 很溫和不刺激 那我前陣子皮膚呢 就是在下巴這邊長的就是很多的痘痘 就是用紅又大 我那時候就都是使用 禮膚保水他們家的這個安心霜 我用下去之後呢 真的覺得說我的皮膚那種舒緩啊 鎮定的效果非常好 當然大家如果你皮膚出現什麼重大狀況的話 還是要去看醫生好不好 這個我覺得就很推薦給大家 是在平常日常保養啊 或者是你可能是敏弱肌的朋友們 可以試試看 另外一款是安心霜的滋潤型 我覺得它使用起來的質地 比清爽型還要更濃稠許多 使用起來的感覺呢 也比清爽型的還要更滋潤 可是也不會到不好吸收 我覺得它很適合在冬天 天氣非常乾冷的時候使用 它用起來的感受是一個 非常厚實的滋潤感 就是我在用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哇我的皮膚很像是有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防護罩 在保護我皮膚的感覺 用起來真的是會有種充滿安全感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狀況是乾肌 或者是混合偏乾 或者是你想要在你的皮膚上 局部的部位使用特別滋潤的產品的話 我都很推薦這個安心霜的滋潤款 好那第三個是安心霜的水精華 例如說如果平常長時間坐在辦公室 覺得皮膚非常乾燥的時候 就可以拿起來這樣稍微噴一下 讓你的皮膚立刻保湿 或是我常常去健身房啊踏青或是騎腳踏車的時候 皮膚在大量流汗之後 都會特別容易有乾燥的感覺 這時候我就會趕快拿水精華 在我臉上噴個幾下 我就會立刻覺得說 嗯很好 我的皮膚保水了 非常有安心的感覺 好那第三點要如何提升安全感的小方法 我覺得是要 有時候如果我們有那種內心不安的感覺 我覺得有可能是來自於說 我們害怕身邊的人 可能有一天會離開我們 所以當我們越害怕他會離開我們 我們就越想要把他抓緊 但是你身邊的那個人可能會因為覺得壓力太大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離開你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們不但要學會與自己相處 而且還要不斷的提升自己 或是充實自己 不管是你要讓你的生活變得更有品質啊 或者是你想要學習新的才藝啊 或者是你要出去認識更多新的朋友 我覺得這一些都是可以讓我們的生活 變得更豐富更充實的方法 當你的內心是個非常富裕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會從內而外的散發出那種安全感 而且也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女孩 也會讓人家覺得說你是一個很懂的生活 很懂得享受自己的一個女生 好那今天最後一點呢是 學會溝通 大家有沒有覺得聽了這麼多 覺得當女人真的很累耶 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學那麼多東西啊 我也覺得當女人真的好辛苦啊 我們不只是內心要強大 還要一直不斷的提升自己 真的是有完沒完啊 可是呢我覺得不管是多麼厲害的女生啊 或者是男生任何人都一樣 不管我們把自己準備得再好 一定還是會有那種非常脆弱的時刻 當那個時候來臨呢 不管你是多強大啦 多厲害啊 或者是多麼獨立自主的女生啊 你會難過的時候還是會難過 你會痛苦的時候還是會痛哭 你想哭的時候還是會哭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溝通能力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人類是個群體生活的生物 我們每一天可能都跟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 不管是你的家人朋友同事或者是情人等等 當我們在那種非常不安或者是心情特別不好的時刻 我們一定要學會表達自己的情緒 讓我們身邊的人能夠了解 你現在可能處於在一個比較傷心難過的狀態 但是不代表你不會好起來 很重要的地方是你要能夠讓對方了解你現在的感受 因為沒有人是我們肚子裡面的蛔蟲 就算你可能跟對方已經認識了十幾年了 或者是你們已經相處了非常久的時間了 可是也不會有人完全的能夠猜到 你現在在想什麼 你現在希望什麼 你現在想要什麼 所以不要覺得說對方可能已經認識你很久了 他應該要知道你現在在想什麼 我跟你說有很多人可能相處了一輩子 也不見得很了解對方究竟在想什麼 所以學會溝通 學會表達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能力 好的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要如何提升安全感的小方法 這些經驗我覺得對我自己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讓大家在之後呢 自己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幫助 那如果你們看完今天這部影片有任何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回應 那大家如果對禮不爆水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不要忘記把下面的資訊欄打開來 點選連結就可以領取試用包 而且還可以做肌膚檢測喔 這樣子大家之後就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皮膚需要哪類型的產品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這部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忘了一個喜歡 那如果你是新朋友還沒有訂閱過我的話 不要忘記點旁邊的人頭點下去可以訂閱我 在每個禮拜不定時都可以看到我美根的影片 那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Magistop 才不會錯過下一次的解油雜貨店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